我国新冠肺炎单日确诊病例首次破万 其中单是水州就已经破5000宗 占全国确诊病例近一半 新闻开始之前记得点赞、分享、理性留言并开启小铃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东方快讯Live 我是慧涵 首先先给大家报道今天的疫情状况 我国新冠肺炎单日确诊病例再盘新高 今天更是首次破万到了危急的关头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新冠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报11,079宗 首次有三个州属同破四位数 分别是水州创新高5,263宗 吉隆坡1,521宗 以及值得注意的是森美兰 从昨天的794宗也集成到今天的1,033宗 沙阿南IDCC会展中心疫苗接种中心早前接获投报 有两名志愿者确诊 随后立即指示当局为该疫苗中心的工作人员进行大规模衰减 截至目前共有204名工作人员确诊 全国关闭疫苗接种计划协调部长凯里指出 当局已经立即采取预防措施 今天关闭该中心一天进行消毒 并将更新新EP的工作人员值班 确保之后前来接种者的安全 同时,全国冠病疫苗接种计划协调部长凯利也提醒, 从在7月9日到12日之间到沙阿南IDCC会展中心疫苗接种中心的民众, 去观察自身这10天是否有出现新冠肺炎的症状。 把申谷新冠疫情严峻,首相丹斯林慕尤丁表示, 他基本上同意卫生部申请11亿令吉的拨款,提升把申谷前线人员的能力。 他说政府也增加1亿令吉拨款用于外包活动, 2000万令吉作为心理健康管理,同时额外拨款500万令吉, 增加雪州医院空间及给予加护病房工作人员每月1000令吉的新冠津贴。 他提到,政府也同意拨款150万令吉提供托儿所或租借建筑物, 以安顿前线人员的小孩以及拨款200万令吉提供专属前线人员的特别隔离中心。 我国昨天的单日接种新冠疫苗再破纪录, 达到单日421,479剂。 那对此呢,首相丹斯林慕尤丁就指示, 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协调部长凯里购买疫苗现货, 以便在年底实现全体免疫的目标。 那慕尤丁也说,预料在本月底运抵我国的200万剂新冠疫苗将被分配到 雪兰娥、吉隆坡及森美兰,并将从8月初开始施打, 协助加速控制高风险地区的疫情。 另外,正对日前再一次浮上台面的合约医生课题, 慕尤丁就指出,这个课题将提成到内阁会议上进行讨论。 土耳其当地导游12日在社交媒体分享一张与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级部长 拿督斯里阿兹敏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合照,并复文写道, 很荣幸能成为阿兹敏先生及家人的导游, 他们很耐心聆听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历史。 那这者贴文一出,马上就掀起了千层浪, 在国人深受行管令之苦之际, 网民纷纷质疑阿兹敏是否带家人出国度假了。 那对此,阿兹敏的其中一名女儿阿米拉就跳出来为父亲辩护了, 她昨晚在推特上载了一张和家人的合照, 还特别指出身后的大型电视正播着的第三电视节目, 借此澄清家人并没有跟随阿兹敏到土耳其去。 劳乌地区12日下起连绵大雨, 当地三个主要河道不堪负荷, 乌鲁河、士曼丹乌鲁以及东河的河堤被大雨冲破, 导致多个地区发生闪电水灾。 水灾并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或者失踪, 同时福利部开设的7个临时疏散中心 共收容了来自54个家庭的207名栽里。 在落实强化型管令EMCO的地区, 不止人类不能随意进出, 就连动物也知道不能越界。 登州、农运、苏拉强管区前两天发生了一件趋势, 删住一家11口企图越过路障闯入强管令的地区, 但在遭警方大声警告后, 迅速往反方向逃跑, 画面令人发笑。 那在新闻的最后, 带大家来看看这支趣味十足的影片。 另外不想错过东方日报的新闻, 记得下载东方日报APP, 明天请继续留守东方Question Live, 一起来关心国内外大事。 我们下次再会,晚安。 待会上安。 我来加载东方大事吧。 我来加载东方大事。 待会呢? hari? 2 4 8 那边 会走 quelle吗? 他在平时工作室哪? 哪快。 雪何? 逐突然。 出发。 Anna。 2,0002,000。 与拿务往前的? 拆绝。 5,0002,000。 他在平时工作室内, 他在住之前。 ange 啊 啊 和他 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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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